娜美莉亞已經不見了 她整個人都消失了 她今天都沒有出現 她一定是因為 她一定是因為怕我會跟她說我要破關了 然後她要穿比基尼 所以她就她就慫了 她就消失了 躲起來 這樣子我吃得飽 你就這樣子你就當作就是 省錢加就是減肥啦 不然怎麼辦 嗯哼 嗯嗯嗯 親家在家裡面 我的飲食非常不健康 可是我不喜歡 我不會吃健康的食物 我只有晚上會認真吃飯而已 我的天是親家一帶一面 好豬 不會 人家娜美莉亞也是小少女 我們 老皮就走 大力麵好好出欸 可是 老大 他們要去吃什麼 我不知道欸 好像是熱炒店還是什麼的 他們每次每年都是去吃那個熱炒店 然後 好像是吧我也不知道 好像是熱炒店吧 我不確定 我沒有去過啊 我沒有去過我就沒有管她到底要幹嘛了 結果 結果 結果我就沒有理她到底要吃什麼了 對啊 啊他們那邊都是就是很會喝酒的人啊 然後昨天我就問她說 我就問老大說 那你明天會幾點回來 然後 然後她要說的時候 她要說的時候 我就在旁邊趕 我就說 12點 你就是12點才要回來 你就是要不知道去哪裡讓 你們可能5點就結束了 然後你結果12點才到家 啊 我很難過 我昨天 就在那邊靠腰靠路了 老大的真燒怎麼辦 不會啦 會影響到老大他們的業績嗎 不會跟他們沒關係 他們不是賣魚的 所以沒差 老大在賣什麼 他沒有在賣東西啦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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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雜小弟 嗯 研究單位 他在裡面當打雜小弟 那個 他們主管啊 因為他們那裡面很多就是婆婆媽媽 然後他裡面年紀算很最小的 然後 他們就是那些他的主管啊 或是什麼的就是那些阿貝們 他 叔叔們 叔叔阿貝們 他們那個 就是手機不會用啊 連不上Wi-Fi啊 啊怎麼打不開機啊 啊要下載哪個APP啊 都會去問他 對啊 是裡面的打雜小弟 然後像他們就是 就是 欸一般就是 像他們那什麼網路壞掉 然後他是因為他們那邊 中華電信的那個 就是好像少一個機台吧 他們好像把一個機台拆掉 就是一個機 那個那個叫什麼 一個機 聽起來很爽 蛤 他就是 沒有他還是有他自己的事情要做 可是就是他的 就是很多雜事都會找他 然後 看他們那邊 中華電信的訊號不好 然後 然後他就會 然後就有人問他說 啊他中華電信的訊號怎麼變不好了 什麼的 然後他就說 然後他心裡就OS 看人家把機台拆掉了 那訊號不好 我有什麼辦法 他說喔沒有辦法欸 這這這 老大為了我在外面被人家動手動腳 幹嘛 你怎麼知道他不喜歡被動手動腳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他不喜歡 搞不好很享受咧